无人机 那在这一块呢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提前先报一个料 就关于这个习在这个中共 在无人机这一块的这么一个料 因为就我们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情报来源 中共的军方正在就 这个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当中 这个无人机的 关于无人机使用的这方面的总结 他们正在总结 当然这些无人机有一部分本身就来自于中共 他们正在做这方面的总结 那在接下来的时候 按照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时机 或者说行事的需要 他们会再提供 进一步提供更多的无人机 给这个需求方 同时包括世界的各个恐怖组织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 这就是我们中共 习要学习俄乌战争 学习这些战争当中 他们想要干什么 想要做什么 当然第一个他学了以后 他要如何用在对付 中国这个墙内的老百姓 还有就是台湾 拿下台湾他们需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他在利用这些战争当中获利 那么你把无人机卖给他们 或者说利用这些地区的这些冲突 去制造混乱 然后这个牵制西方的这些力量 然后为习去控制中国老百姓 和拿下台湾做准备 时刻做准备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信息 而且这个情报的信息 不是来自于咱们中共 这个中国体制内的 而是这条信息来自于 这个俄罗斯内部情报的这个信息 那来自于俄罗斯内部情报的信息 显示就是目前来说 俄罗斯的这个内部已经渡过了 两年时间的这个难关 两年时间就是因为 俄欧战争已经两年多了嘛 就经历了很多的这个难关 战争的那个难关 他们认为目前来说已经渡过了 然后现在他们认为有能力 继续将战争进行下去 这个是我们目前得到的 俄罗斯内部情报的这个来源 得到的这个信息 也就是现在 当然我这个背后发生了很多 比如说中共在背后支持啊 或者说这个 无论是钱还是武器 还是各方面 还是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 乌克兰这一块的这个武器 跟不上啊等等的 就目前来说 他们内部是这么一个结论 或者说第一个一个态度 当然俄罗斯目前 普京政府也不排除 未来的这个和谈 就谈判解决 这一点上面呢 我们可以从昨天的这个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接受这个采访 记者会上接受采访 也是表达了这一点 一个就是他对这个 目前的这个乌克兰的形势好转 充满了信心 因为军援这一块马上到达 然后整个这个 过前几前一个月的这个不利局 是逐渐的在扭转 第二个就是 泽连斯基也说了也不排除和谈的可能性 给大家也带来一个这个中共体 墙内的中共体制内的这么一个情报 关于关于这个军工的这个订单 就我们了解就是从这个信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中共军工企业内部的这个信息 就目前这个有很多的大的订单 就军工企业 目前中共这个有很多的军工企业 近期接了很多的订单 来自于那我们具体的这个 没有说明确的说这个 来自于哪个国家或者哪个组织 总之最近有很多订单 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世界各个地区的这些 中共会以私营民间的私营公司的这个名义 向南非提供拉法地区的卫星照片和视讯等材料 就中共会以民间私营公司的名义 向国际向南非提供拉法地区 拉法就是叫那个这个争议 这个以色列需要将最后清理哈马斯的那个地方 叫拉法地区 拉就是向南非提供拉法地区的卫星照片和视讯 就是视频啊视讯等这个材料 让这个南非将使用这些材料 向国际法庭去控告以色列 对这个安提瓜这块 我咱们也有一个这个这个情报来来给大家去分享了 因为加勒比海地区啊 目前中共啊 视为加勒比海地区 视为美国的南海 就是你知道南海对中共的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实际上中共是加勒比海地区为美国的南海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 去去去去参与深度耕耘 去建立这个深度的交往 以及建立各种基地 或者说这个这个军事部署等等的这种 这种他目的也是想回回进美非啊 或者是美澳啊 日本啊等等是在南海这边 对南海的这个这个这个参与 所以说中共大家记得就中共视为加勒比海地区为美国的南海 所以中共现在决定要加大在这个这个地区 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投入 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这个投入 那么目的是很简单 大家可以理解到的这个牵制美国 嗯 牵制美国的这个这个经历 军事 当然这个财政各方面呢 然后让加勒比海地区成为消耗和捞乱美国的一个焦点 一个乐点 对美国的这个墙航 对美国的这种 错误了